我自己的地圖好久不見啦 呵呵呵呵呵 喔嗨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冬瓜 歡迎來到我的 Minecraft原味生存系列 第五十二集囉 那上一集 我們不是做了一萬Q&A的回饋嗎 然後順便蓋了一萬訂閱的標誌啊 對不對 那今天冬瓜這一集 要來做什麼呢 冬瓜地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們看喔 嘿 我看到那個 我的倉庫對不對 嘿 你看 我的畫面開始Lag了 然後在這邊 欸 我的畫面又不會Lag 又很Lag 不會Lag 很Lag 不會Lag 呵呵呵呵 所以呢 冬瓜地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倉庫太大 很容易Lag 真的很Lag 你看 我現在畫面轉過去 我的畫面就會變很鈍鈍的有沒有 就是感覺 欸 FPS沒有上來 就是整個下降的感覺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冬瓜是 預設預想的 就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 冬瓜的倉庫真的是 太大 然後裡面東西太多 所以才會造成冬瓜地圖 非常的Lag 那冬瓜 預想要怎麼解決這個辦法呢 就是 再重新另外蓋一個倉庫 然後要蓋在 離國家遠一點的地方 然後蓋在地底下 就是不要讓 用電腦跟視角直接讀取到 這樣子我的地圖 應該就不會Lag了吧 應該吧 呵呵呵呵 好啦 那我們就 穿起裝備啦 那我們就直接 找個地方來 挖下去 那冬瓜想要挖在哪裡呢 我看一下喔 挖在這裡好了 就往這邊往下挖 然後挖到 挖到 歪座標到 11格的高度 這樣子我就不怕Lag了吧 這麼深的地方欸 呵呵呵呵 好啦好啦好啦 那就直接這樣挖下去吧 哇哩哩哩哩 呵呵呵呵呵 竟然挖到 欸欸欸 這個叫什麼 廢棄礦坑啊 直播的時候 有探過的廢棄礦坑啊 嗯 怎麼會這樣呢 嗯 反正這個道路 之後也不會用啊 就只是先挖下來 這樣子 我好方便上下 對 上下走而已 因為我等一下 可能還要再 上去拿一些 材料啊 東西啊 或是TNT啊 這樣子我整地會比較快嘛 對不對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的地下室的倉庫 我要蓋多大 而且最近都在那個 都在跟 跟別人搞 根本就 已經很久很久 沒有開自己地圖啦 正是讓 想要看原味生存的觀眾 說聲抱歉啊 好這一格就是 第十一層啦 然後我們就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拿TNT來整地 好上去 呵呵呵 你們知道玩火的小孩又要來了嗎 好 來玩火 欸 用三格炸 比較好 這樣子這樣子 推放 跑喔 跑喔 喔耶 喔這樣子 很神速 非常的好 然後帶 大概哪個位置欸 我想一下喔 想一下喔 這格擴出去 這格擴出去 唉唷好危險喔 天啊天啊天啊 哈哈哈哈 唉唷 真的是很危險欸 然後這邊再給它炸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讓它平平的有沒有 這邊也是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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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 還好還好 不會炸到 來來來躲這裡躲這裡 欸嘿嘿 喔棒棒 喔喔 這樣子好快喔 超爽的 哈哈哈哈 只是有點暗 好啦 那就這樣子給它炸過去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要炸多少 就是 欸 開心就好 然後之後再 再想看看我要 多大的空間 唉唷唉唷 很快很快 很棒棒 喔唷青金石 喔 登登登 挖挖挖挖 這個之後再挖沒關係 嗯 好 繼續炸炸 哇我才炸一下下而已欸 哈哈哈哈 就已經這麼大囉 因為我的走道我想要用 留三格 我先把我要的位置先牽出來好了 這兩格是要放箱子的 所以這邊要 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 這邊是放箱子的 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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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想一下 然後這邊中間是有一個柱子的 這邊是一個箱子 大概是這樣吧 這邊是 這邊是沒有的 對 這邊是沒有的 應該夠大吧 哈哈哈哈 好 那就先 先往裡面這邊炸好 往裡面這邊炸 深一點 深一點 因為我的倉庫真的很大 我真的很怕 我的新倉庫 沒辦法放 我舊的東西進來 這樣子我就慘了 我就創賽了 唉唷 為什麼這邊有個洞啊 哈哈哈 來喔 點火 嗯 再往生一個好了 炸兩次 炸兩次應該就差不多啦 喔 我自己蓋了第一個倉庫的時候 我真的是一磚一瓦慢慢敲捏 真的是TNT這麼好用怎麼 沒有想到那個時候用TNT炸了 可惡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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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石耶 哎唷 哈哈哈哈 哎唷 蓋個倉庫也可以挖到鑽石 真幸運 敲敲 哎唷好多 哎唷好多 哎唷 真的是運氣的問題 喔 真的是很棒棒 超開心的 來 把它補起來 剛剛炸兩次嘛 對不對 所以這邊也要炸兩次囉 然後用火把先點亮 要不然等一下蓋到一半苦力怕出來 那我怎麼辦 我一定嚇得要死 哈哈哈 好啦大概就這樣吧 喔唷 還蠻大的 哈哈哈 好好好 我先拿史萊姆張塊 先把它標記一下 先把門的地方標記一下 所以大概三格吧 格三格 差不多 反正蓋錯再說嘛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怎麼覺得我一定會蓋錯咧 好啦多多一個 好多一個沒關係 好 一二三 這邊 我剛剛聽到僵屍聲音 喔唷 這麼近喔 那我們就趕快上去拿我們的主材料啦 先上去囉 啊這個火把是在上面 哈哈哈 強迫症看得有點痛苦 外面是晚上 先去睡覺 然後等一下怕我的那個石頭不夠 所以先拿下去燒 然後這次 我要用這個建材 沒錯 主要用這個建材 來蓋我的地下室 因為 欸這個這個倉庫為什麼會這麼類格 也是因為它的顏色太繽紛了 你們知道嗎 哈哈哈 所以冬瓜真的是怕到了 對 所以現在我都要用這個 石磚 全部都用石磚 來當作我的主材料啦 雖然這樣子很不好看 可是 欸我真的是很怕我的地圖再一次Lag 所以呢 我不想再Lag了 真的 哈哈哈 好回去囉 哎呀哎呀等一下我忘記 哈哈哈 啊 我忘記拿那個 海燈籠啦 喔 我要再上去呢 超麻煩的捏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等一下下來的時候我就直接挖洞 然後直接倒一桶水 我就直接用飛的 我不要再這樣子 好累喔 超累的 欸 挖哪裡 挖這個洞 我看一下喔現在是 坐標是 140295 140295 好 要不然一直跳這個樓梯 我真的覺得心很累 哈哈哈 還燈籠 兩組 然後再拿水桶 欸箱子順便拿下去好了 這樣才不用跑來跑去 我是覺得箱子應該不夠啦 如果不夠的話 再試一下用就好了 這樣子 陷阱儲箱 儲箱 好多好多 欸 水桶 哈哈哈 啊一直忘記要幹嘛 嗯 大概是 這個位置吧 那我就直接 直直的給它挖下去啦 欸 一次挖兩個 喔唷 下來下來下來了 這個位置用水好了 倒水 嘿 然後這邊就是 對 我可以只用翹翅飛上去有沒有 這樣就 我就變成巴斯光年了 對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要把那個叫什麼呢 欸等一下我把這個丟掉 幹嘛 我的打火石 算了 哈哈哈 把它全部換成石磚 對沒錯 好我現在換 嗯 這個擦亮它 可不然 蓋起來之後你會生怪 會很吵 呀 我會想跟你說 或是 好幾乎 我會做 這是我的 我覺得 呢 我可以說 好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喔唷 有FU 囉 有FU 囉 呵呵呵呵呵 我要怎麼做咧 還是再用接體 我先試試看這個好了 這樣子放 放這個 放這個 然後海燈籠放這邊 欸 還是往下一格 我試試看 再往下一格看看的感覺 這樣子 然後把這整條挖掉 然後放 樓梯 這樣子 欸 感覺還不賴喔 好 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 呵呵呵呵呵 然後裡面全部放海燈籠 然後外圍全部圍成樓梯 唉唷 真的很棒棒捏 喔唷 呵呵呵呵 喔 飄飄喔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這邊放半磚 對 省材料 所以就這樣放就好啦 然後箱子的底下 對 都放半磚 好啦 我又 對 我又要來開家宿了 呵呵呵呵 那這邊全部換半磚 然後這邊放樓梯 欸 這樣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個海燈籠 呃 算了 就這樣 呵呵呵呵呵 不是把它蓋起來 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這邊把它換掉 換樓梯嗎 好好好 這樣也不錯嘛 有個漸層感 好 有個城市感 喔唷 欸 感覺還不在呢 是不是 然後上面呢 上面 欸 這上面也是把它換成 對 樓梯 方向是這裡 放這裡 放這裡 欸 先 我們先換地板的 天花板的 等一下再用 好 我們就開始換啦 喔 我又忘記這個 喔 好 呵呵呵 然後這邊是柱子 把它隔起來 嗯 這邊放樓梯嗎 把它擋起來 嗯 我覺得放石磚好像比較好 然後 這樣子 對 這樣子好多了 呵呵呵呵呵呵呵 因為我不想讓 我不想進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大堆箱子 因為這樣子一定會很Lag 然後這邊換成樓梯 會不會比較好 呵呵呵呵 我要再改來改去了啦 喔 天啊 這樣子 欸 這樣子好像也不賴 好啊 就這樣 要不然它都沒有層次感 好吵喔 超吵的 其實我這樣改 也沒有好看到哪去啊 然後這個地板也換一換 來喔 剛剛這個動作在這邊嘛對不對 看水那一格跳下去 嘿 這樣就 安全 左路 呵呵呵 然後再換 天花板嘛對不對 天花板 這一格的地方 也是給它放上階梯嘛對不對 放上階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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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跟 地板的動作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全部給它換上半磚 這樣子蓋好了 讓它有一點層次感吧 然後這邊露出來的地方 就給它換上全磚 這樣子不起來 然後這邊也給它放上階梯 好好好 這邊再放 唉 階梯又不夠了 然後這邊也一把換掉 好 還可以嗎 好 還可以 自己說 呵呵呵呵呵呵 好啦 我已經把箱子全部放完了 那 我的箱子不夠 那我在自己私底下用吧 因為我已經蓋了 一個小時半了 呵呵呵呵呵 這真的是蓋很久 我箱子放完之後呢 可能就會開直播 然後 直播的時間 把舊倉庫的東西 全部搬來新的倉庫 然後把舊的倉庫 箱子全部敲掉 這樣子看看我的地圖 會不會改善類格吧 那我們就來做結尾囉 好囉 那我們這一集 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下喜歡 如果還要持續追蹤我後續的動態的話 請幫我點下訂閱 還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想要讓更多人看到冬瓜的影片 請記得幫冬瓜分享唷 還有什麼建議 或是想法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 或是直接到粉絲團私訊 我都可以唷 我一定都會看 我一定都會回覆唷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以後打死在也不蓋倉庫了 累死我了 呵呵